浸泡于明浪洗发精中的蛋白质在经过长时间放置后,依然保持清澈的样貌,使全榜维二完全没有引起变性现象的温和配方。 它以植物性胺基酸系洗净剂取代传统的石化系,并让洗发精维持在最亲肤的弱酸性,干燥敏感的肌肤也能安心尝试。 加上清洗头发的同时又能维持不错的滋润度,而且冲洗时泡沫不会久久不散,中间偏上的清洁力也让它能广泛用于油性,干性的发丝上,全家共用也不成问题。 给腿利用独家的真空包装技术保存洗发精,让人直到用至最后一滴精华,都能享受仿佛刚开封时的完整滋养效果,保养头皮与发丝的效果相当令人期待。 而且成分中含有达1%的植物油成分,因此洗后发丝柔软滑顺,全部十次梳理测验的摩擦树枝均相当优秀。 而它的香气在28款商品中属于较强烈的类型,即使头皮稍微有流汗或出油的情形,也不容易被旁人闻到头皮胃,深瘦油头,头皮胃困扰的人不妨试试吧。 主打不含配饮食化系界面活性剂、色素等七种常见的刺激性物质,并以米圣态、樱花萃取、玉米纯绒蛋白等多种天然质萃成分取代人工合成的保湿分子,让人用起来更加安心。 且其质地清透、流动性高、起泡效果与速度皆有平均水准,洗后头发还会有明显的润滑感,适合保养毛糟易纠结的发丝。 气味方面则是以茉莉花为主体,并穿插不明显的酸甜果香味,能适度遮盖头皮胃又不会过于招摇,不用担心熏到坐在身旁的家人或同事。 以甜菜碱、椰油锡等多种氨基酸系界面活性剂共同发挥清洁力,它不仅拥有满分的头皮又善度,也具备前榜最高评价的起泡效果。 泡沫质地更相当蓬松,为洗头的过程带来非常踏实的清洁感,冲洗发丝时也没有小泡沫残留或滑腻感。 虽然没有吸灵帮助润丝,经过多次清洗的假发,还是颇为直顺好梳理。 只要不是经过染汤的受损发丝,应该都能有不错的使用感受。 向日葵洗发精正如其名,使用葵花子油以及向日葵植株的水性精华当作养护发丝的主成分,让发根到发丝都能有强韧的触感与充满活力的光泽。 虽然在初次摩擦力测验中有明显纠结,卡疏尺的现象,导致滑顺度评价偏低,但是经过梳理后发丝便完全恢复直顺,甚至让评比员表示就算不搭配润发如也无妨。 而其长期使用后让毛躁的头发乖乖听话的效果也受到好评,特别推荐给有自然卷或是一遇到雨天头发就乱糟糟的朋友。 这款绝炼洗发精以杏仁油、椰子油和棕榈油包裹发丝的外层,减少发丝静电与纠缠的情形,在滑顺度测试中亦获得四分评价,完全不输给含有吸灵的类型。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,尽管它的洗净力评价为二分,却有十足的起泡力,洗头时的回感大胜许多号称温和洗发的商品。 也因为区油力比其他入榜款式更温和,对干性发质而言是避免过度清洁的好物。 这款洗发精不止不含吸灵,也没有添加酒精、矿物油、色素等成分,淡雅的粉色,完全是由植物精华调和的天然颜色。 搓揉的过程还能闻到铺鼻的水果香气,当中又带点草药清爽的气息,好闻的大众香气相信不论男女老幼都能驾驭。 虽然其各方面的性能都不是顶尖,却也没有明显逊色之处,加之价格又平易近人,推荐给以价位为优先考量的读者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